男人失足从山坡摔了下来 他本想求救 可荒山野岭根本没人 一天后 尸体才被警方发现 然而通过尸检发现 男人因坠落时导致腰椎骨折 脸部撞到石头上 牙齿也全部破碎 但这种程度的骨折 根本就不足以致命 众人猜测男人应该不是摔死 为此他们开始对尸体进行解剖 初步判断是心肌梗塞 加上皮肤上有多处烧伤 这让男人的死成了一个谜团 因为根本不像是摔下山牙发生意外 为了调查真正的死因 秀妍和郑宇来到死者家调查 发现日历上标记着每日的天气 而且地上还有许多的毛发 甚至还在抽屉里发现了 许多治疗烧伤的药膏 还有一瓶治疗瓶血的药 当郑宇走到厕所门口 却感到一阵的恶丑 打开门后却发现地上有着大量的鲜血 而这时秀妍又有了重大发现 因为死者生前的照片 竟然长着一副恐怖的獠牙 接着两人来到了案发现场 却发现山牙的高度比预想当中来了许多 就算是头部率先着地 也不可能造成致命伤害 尸体的头是朝着帐篷的 但出去的路是在相反的方向 在不能走路的情况下拼命拖着身体的话 肯定会头部会朝着出去的方向 可为何尸体的头部会朝着相反的方向 这让秀妍百思不得气节 他们又来到附近的村庄调查 找到了这里的村长 死者叫江在说 离婚后妻子带着女儿去了美国 而她却一个人搬到了深山老林居住 虽然是同一个村子的人 但死者和村里人并无来往 而且男人长相怪异脸色惨白 身体长着茂盛的毛发 走路时就像驼背一样 还有村民说男人生前 把魔爪伸向了六岁的女孩 郑宇看着全区在角落瑟瑟发抖的女孩 感觉村民并没有说谎 可真相真是如此吗 很快所有组织的检验报告有了结果 是自主神经系统故障引起心律不起 神经麻痹影响了心脏的肌肉 导致了心脏骤停 可这样的结果也不能完全排除她杀 再次遇到上次的那个女孩 她给女孩买了许多血糕 女孩也放下了心里的戒备 就当询问死者生前是好人还是坏人时 女孩的舅舅不合时宜地打了过来 还没给女孩说话的机会 舅舅一把就拉走女孩 而女孩并不想跟着舅舅回去 转过头就向郑宇发出了求救 郑宇只能眼睁睁地看着女孩被拉走 可他心里清楚女孩就是破案的关键 很快秀妍也在前往深山的桥上 发现了附近安装有了摄像头 郑宇在朋友家打游戏时 发现了一旁的吸血鬼百见 这和死者的症状一样 长着两颗可怕的獠牙 回想起日历上的天气 地上的毛发和厕所的血 为了躲避阳光 所以摔下悬崖后 他拼命地向帐篷方向爬 而这种罕见的病就叫捕灵症 这是一种血红素合成障碍性疾病 由于参与血红素代谢的霉缺法 导致体内捕灵含量增高 过多的捕灵沉着在皮肤 导致皮肤对阳光过敏 皮肤经阳光照射以后 会出现红斑 水泡 贫血和尿血 随着血液量的逐渐减少 脸色就会变得十分的苍白 会有一部分患者身上毛发变多 牙龄结构也会改变使其牙齿生长 虽然知道了男人的死因 可坠落悬崖的原因仍然是个谜团 于是他们调查桥上近几天的监控 发现五个小孩走进了深山 可回来时只有四个 没多久一个男人慌忙地跑进深山 而这个人正是死者江在说 他们找到了女孩恩郁 也从女孩口中得到了所有的真相 原来女孩经常被舅舅家暴 每次都会被打得遍体鳞伤 江在说看见了遍体鳞伤的女孩 便送给女孩一颗糖果表示安慰 至此之后女孩每次受了委屈 都会跑到怪叔叔这里寻求安慰 一来二去 两人便成为了彼此的依靠 江在说把女孩当成女儿一样看待 而女孩也把她是做唯一的亲人 两人一起沐浴在阳光下 看起来像极了一对幸福的妇女 为此怪叔叔送给女孩一部手机 希望在遇到危险的时候能够向她求救 而那天女孩和伙伴一起去森林玩耍 却不想同伴抛弃了她 等她转过头时才发现 同伴们早已没了踪影 渐渐的女孩迷了路 非常害怕的她拨通了叔叔的电话 因为害怕阳光 叔叔只好全面武装朝着树林跑去 就在路上她被村民发现 而她也因摔了一跤被太阳灼伤 她忍着灼伤的剧痛 在森林里呼喊着女孩的名字 很快她找到了女孩 而村民们也把她围堵了起来 他们想诬陷将在受猥亵儿童 让警察把她给逮捕 男人不知道村民为何这么做 可村民还是步步紧逼让男人离开村庄 原来政府正对村庄开发 而男人家的那块地最为值钱 所以众人才步步紧逼 把男人逼到了悬崖边上 眼看村民就要动手 慌张之下男人便摔下了山坡 女孩看见这一幕慌了神 想去就去被舅舅拦了下来 村民们都见死不救 因为他们贪婪的想分一杯羹 女孩被带回家后每天都被家暴 还警告女孩这件事永远都不能说 可只始终包不住火 这所有的真相都浮出了水面 在女孩的指证下 舅舅因虐待而同被判了重罪 而其他参与者的村民 也被相应的法律给制裁 至此男人成员昭雪 而女孩的生活也渐渐步入了正轨